有婚姻这件事情坦白说我都有一点后悔 跟我老公没关系 只是我觉得对方的家庭全部 他的好他的不好 全部都是要由你来承担 其实心里是觉得非常的不公平不公道的 但是面前我们总在面前地管理了 起家庭最近 念一口念一说不一的事情 说话欢喜我都 不是因为他参与诈骗生 是他这两三年来对大国当地坑普 前前渡兵典都会做完的事情 当渡兵典的恶行 偷偷被发现 其他心为自己創作的 正义行商也对着破裂 温党典这期 这两个小杰又说 要为参与发生 我如果帮他他们就会说 滥用公权利 滥用你的议员或是立委的权利 可是现在发现 徐晓星根本就没有帮的时候 又转过来说 你连你大姑都不帮吗 那请问我只要有帮还是不帮 但是一空一空 经理委所建设 射压贪污 其实不是这样说的 他是这个家族里面 在民进党内 从政这个权力最高的人 所以这些人 家里的人跟他这么亲密 他有责 其实真的有责任去 要求大家要奉公守法 个标准要求所建签的阿旗的搜家传 那当时他在民事党官说 搜家传清晰是应该爱的 现在大姑子跟一个材败洗钱 其他先没事 也好过给这些相当标准 许小新委员一直是当今政坛最擅长连连看 来无限上纲 污蔑他人的政治人物 所以今天社会各界 不过只是要求他以过去 要求别人的标准 来对自己的家人 亲属所涉入的诈骗事件 他应当要有更进一步的 清楚的说明 就他常常会忌不择识 就什么都吃 什么都吃变成大尾王 而这个什么都吃进去的结果 就有的时候就会 就是判断这个事情 我能不能干预 我能不能评论 就发生问题 因此今天压了的七个心 这次电动给人压了 同样很多位队 并是新闻综合部都 就是这样子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